日前,中国台鞋公布了上三季女排连载各个单线奖项,李盈盈如愿当选MVP,创造了历史,其余奖项也出炉了,值得一提的是六个国内最佳,只有一人无缘国家队,在台鞋的通知中,李盈盈当选最有价值球员,这意味着李盈盈成为台超史上最年轻的MVP。 她只有18岁而已,上赛季的女排连赛,只有18岁的李盈盈,被天津女排主教练陈有全,树立为球队的核心,结果这名小家没有辜负主教练的期望,她在进攻端大爆发,帮助天津女排一路打进了决赛,并且最终逆转上海拿到了冠军,李盈盈也拿到了连赛的得分王,因而,这个MVP当给她,没有任何疑问。 李盈盈在天津女排的两个队友姚迪获得了最佳二传,孟子轩获得最佳自由演奖,姚迪在连赛中的表现很稳健,她不仅仅活了李盈盈,还带到了王源源的进攻,很好的叫动了天津女排的攻守,也是球队夺冠一大功臣,拿到最佳二传也是实至名归。 孟子轩是上赛季天津女排,异传体系的核心,天津女排能够夺冠,跟孟子轩出色的发挥是分不开的,毕竟,袁新月和张长宁,本货最佳口球,最佳篮网和最佳发球甲,他们三人中,毕竟最让人遗憾。 如今的她已经彻底无缘国家队,至于最佳外援,没有悬念,当属上赛女排外援金软景,金软景的到来,让上赛女排,直接变成了夺冠大热门,他们也像拜见预期的那样,一路打进了决赛,虽然没能拿到冠军,但是金软景带给上赛女排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,遗憾的是,如今金软景已经挥别上赛女排, 复刻单向讲,最有价值运动员,丽盈莹,天津补海银行女排俱乐部,最佳口球,毕竟正将加上西唐古镇女排俱乐部,最佳蓝马,袁新月八一深圳女排俱乐部,最佳发球,张长宁江苏中天钢铁女排俱乐部,最佳二传,姚迪天津补海银行女排俱乐部,最佳自由人,孟子玄天津补海银行女排俱乐部最佳外援, 请问康补海银行女排俱乐部, 好